据媒体报道,4月4日,哈里波特的作者JK罗林起诉她的前助理Amanda Donison JK罗林指控道,Amanda Donison在任职三年内倒刷JK罗林的信用卡约18000余英镑 约合人民币16万余元为自己买奢侈品,要求其赔偿16万余元 Amanda Donison在法庭上否认了这些指控 警长Direco Carroll称,她有欺诈的嫌疑 因为她在花这些钱的时候,指导这并没有通过JK罗林的同意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